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6日 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講一節 走資大屠殺 比特幣 慘租 中央出手重創 中國大陸政府是鐵拳出擊 路轟 一切就是 虛擬貨幣 換句話說 所有你想用來走資的渠道 將會全部變成違法 中國大陸 要強力取締相關業務 所以 麻煩你們了 愛國的人不要打算走資 乖乖地 和我留在祖國裏面 乖乖地等把廉刀割韭菜 9月24日 早兩天 星期五 就是傳聞 中國大陸就會出重拳 取締 在中國大陸 裏面所有的虛擬貨幣 換句話說 針對著 Bitcoin 等等的 加密貨幣 終於真的出手了 中國人民銀行 就是出手 以及大陸人民 最高人民法院 工業和資訊化部 還有公安部 一共 十大機關 出來宣告 會 處理 在中國大陸 搞虛擬貨幣的事情 所有 虛擬貨幣在中國大陸 都是違法 相關部門 還預告 政府 堅決禁止 嚴格取締相關業務 由此可見 比特幣 等等的所有虛擬貨幣 本來就是用來走資 他們就是將會 受到無情的鐵拳打擊 對於中國大陸 愛國的人士來說 可能沒問題 最慘是 有大量嘴巴愛國 實際上 偷偷地把錢和錢 搬來中國大陸的人 這些人 就會斷政 因為中國大陸可以繼續用來走資的渠道越來越少 所以這次 新的 政策公佈 針對著 虛擬貨幣 這次的名件叫做《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 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 每次寫的東西都不著邊 說到 交易和炒作風險 實際上中國大陸 每推一項政策 他也不會跟你說真話 他那個真正的目的 他想要打擊的對象是甚麼 不過照跟大家說回文件裏面的內容 文件裏面就說 虛擬貨幣兌換 作為中央對手 方 買賣虛擬貨幣 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撤合服務 代幣發行融資 以及 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等虛擬貨幣 相關業務 全部屬於 非法金融活動 一頁 地圖炮 地圖炮全部把所有 虛擬貨幣 相關業務全部列為非法活動 一律嚴格禁止 依法取締 就是中國大陸 最喜歡喊的口號 境外虛擬貨幣交易所 通過互聯網向中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 以為沒事 不行 不好意思 境外交易 一樣是屬於 非法金融活動 你說多厲害 中國法律 真是 佛法無邊 全宇宙都通用 在海外向中國居民 提供同樣服務 一樣是非法活動 你不要指望 想著 隨便去一個地方 去了中國境外 以為沒事 繼續搞虛擬貨幣交易 一樣會被人取締 通知書在24日下午5時 在人行網站發佈 消息一出 立即引發全世界所有 對虛擬貨幣投資的人士 以及從業者 大為緊張 所有跟虛擬貨幣相關的行業 就是清一色 全面遭受重挫 事實上 中國大陸一出手 他不單止要自己出手 他還要把 所有向他屈服的盟友 全部要陪他一起做這件事 所以中國大陸 不只是中國大陸 其他的好朋友 你也不用指望 可以在那些地方繼續搞虛擬貨幣交易 換句話說 之所以虛擬貨幣 交易禁受歡迎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比特幣可以炒上去 本身中國內地的人 就很喜歡炒東西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比特幣 就是有這個保密性 使得 很多人買了比特幣 就能夠輕易地把錢 帶到外國 因為你拿著比特幣錢包 理論上你就可以把錢轉走了 只要去到外國開戶口 去到虛擬貨幣的戶口 把比特幣進入 理論上你就可以 從中國大陸 境內把錢帶走 這是因為中國大陸有非常嚴格的外匯管制 早前也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基本上你想帶人民幣 現金離開 或是你想在內地買外幣 接著就按錢走 在外地提款 基本上中國大陸也是有非常嚴格的限制 這個其實很簡單 中國大陸為甚麼要做外匯管制 就是因為外匯 以及走資 就是正式將中國大陸那盤真正的數 會披露出來 如果 人民幣可以輕輕易地離開中國大陸 就會有機會 在世界的市場上面 就是被拋售 到時人民幣真正的價值就會出現 而這件事就會使得 中國大陸這盤巨大的假象 就會崩潰 所以 比特幣 這個虛擬貨幣 是其中一個非常熱門的方式 用來走資 實際上可以走資的方式 已經是越來越少了 其實其中一些方式 包括開海外戶口 另一種方式就叫做P2P 而第三種方式就是虛擬貨幣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第四種 一般的大眾就做不了 海外收購 他們就是 去海外收購 世界各地的公司或是業務或是資產 他們做的方法就是用一個大額交易 可能本來那件貨值100元 用1000元跟他買 用桌底的方法拿回那些錢 除了上述四個 方式之外 基本上其他方式 現在也是被中國大陸官方開始倒絕 所以使得 中國大陸有大量這些人士 不能夠把錢拿走 而實際上他們也很清楚 留在中國大陸裏面的錢就等於 歡樂天地 代幣 基本上你真的帶不走 對於一眾貪錢 黑錢 貪污舞弊得回來的利益 等於留在中國大陸 到最後又是被充公 從這件事 也可以判斷中國大陸 現在是非常之擔心 再有外匯大規模漏失 因為 越來越近 爆煲 但是中國大陸 一方面 把每一件事 反而很容易造成社會 重大的動盪 不安 有機會就是你掩住左邊 結果右邊就穿了 為甚麼經常用提霸崩堤來形容 因為你以為做好加固工程 掩住了 沒事發生 到最後 就好像洪水 不知為甚麼 從四面八方爆發 到最終 依然是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分析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